去年成立的京城国中美术艺术才能班 一号在学校的图书馆举办教学成果展 展出美术艺术才能班学生的水彩 水墨 素描 设计等等作品 没有啊 就先把笔子用杆 然后都带我们笔去刷 刷完之后再加四头文 然后素的话也是先把笔用杆 然后再加一 然后素质就尽量用小笔画 然后雕宝的石头也是先把笔用杆 雕宝 你在进美术馆之前有自己学吗 有 他阿嬷到处拜平师 从小就叫养兵 在我们进门学辈 然后去台北不是辈 不过 有计划待陪 学生作品的展示 在京城国中图书馆二楼的展示郎 从一号开幕接展之后 将无限期的展出 作品都是第一件美术 艺术才能班的学生学习的作品 包含有水彩 水墨 设计 树苗等等的作品 每一件都能看到学生在美术基础学习的用心 种树是十年 教育是百年 那事实上来讲 政治计划在讲说 树人这个工作是辛苦的 是不容易的 那是必须要花费工夫的 在县长的主政之下 我们知道很多事情他做的都非常有步骤 在教育这方面 他一直也没有空缺 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说 我们金门县政府的钱不够 所以大家好像觉得县政府小趣 县长也一直在讲 没有 该花的钱他一定会花 尤其对于这样子新兴的教育 我们只要开拓他都会支持 所以我在这边要非常谢谢我们县长 给我这样的机会 给我们成长这个机会 给我们成长的所有的小朋友 这样子学习美术的机会 所以在县长的任励 我们终于把练了二十几年的美术班 终于开成功了 去年美术班招收十四名学生 今年招收新生十六名 发现学生的就读动机很强 目前是满额没有被取的名额 这个是大家争取很久 那今天终于成果出现了 我相信所有参与的 包含同学 包含家长 包含师长 其实都是带着一个欢喜的心 来看今天的这样一个成果 那同时我也非常感谢 我们学校 特别是学校党代理的团队 一直积极的 不懈的去推动这一个班的成立 才有今天这个成果的展现 同样的 我们的教育处的同仁 也愿意去尝试 包括我刚才所说的 各项的这些政策的落实 所以逐步逐步 我想我们这两三年大概 不会有什么夸 但是我们很稳健的 有序的一步一步 把该做的事情都做起来 把该做的事情都做起来 我想这是一个 务实的面对的一个态度 那当然之后在教育的部分 教育是一个永无止境的 除了是像校长刚才所说的 百年的事业之外 它更是一个要与时俱进 随着社会的脉动 社会的变化 社会的需求 一直不断调整了一项事业 所以县政府的态度也是一样 随时融入社会 随时融入社会 去做出最符合 当下社会需求的一个教育环境 陈中美术班去年成立 希望遭受到具有艺术天分 和有兴趣的学生前来就读 孕育地区艺术特长的学生 达到世事洋财多元发展的目标